南韩总统大选10号结果出炉 由共同民主党提名的文在寅 以41%的得票率 击败分居23名 自由韩国党的红准标 以及国民之党的安哲秀 取得压倒性胜利 这次大选的总投票率达到77% 创南韩从1997年以来新高 也结束了连续10年的保守派执政 文在寅没有交接旗 从10号直接走马上任 任期到2023年2月才结束 超过南韩法定的一任5年时间 现年64岁的文在寅 是脱北者的后代 从政前是人权辩护律师 曾担任南韩前总统 卢武炫的幕僚长 一般认为他的政治立场 比较疏离美国亲近北韩 经济上则主张扩大政府支出 以提升就业 并对财阀加强管理 上任后的文在寅 首要面对的是韩中美的外交三角习题 处理北韩威胁和萨德系统部署 引发的问题 美国白宫9号证实 联邦调查局FBI 局长科米已经被开除震撼华府 56岁的科米 在去年底的美国大选 投票前夕宣布重启调查 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蕊的电邮门事件 被外界评为 是导致希拉蕊败选的主因之一 川普在给他的信中表示 在政府司法部长建议之下 决定将他解雇 重新寻找能恢复大众 对FBI信心的新局长